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保持平衡? 至于问候和爱 我们大脚轻人现在延伸到你们的存在 我们将你们包裹在造物主宇宙的群星中 将你们包围在炽热的光中 以支持你们在地球上的扬升和灵性旅程 允许你们自己吸入这些星星的光 因为它们会让你们充满造物主的神圣品质 你们所需要 所要求的一切都在你们的存在之中 总有你们可以利用的光 特别是来自造物主宇宙中的星星 虽然造物主的整个宇宙 都存在于你们的存在之中 但你们可以想象 造物主宇宙的星星围绕着你们 几乎就像萤火虫一样 放射 散发出光到你们的存在 让你们沐浴在造物主最辉煌 最滋养的光中 随着你们的扬升 你们周围的一切和地球母亲都会扬升 这可能会造成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 你们可能会感到不平衡 或与自己 与他人 与地球 甚至与造物主不一致 你们可能会经历分离 或误解 当你们感到自己内心的不确定性时 这往往会反映到你们的现实中 导致你们对更大的能力和内在的力量感到不确定 这个循环会持续下去 直到你们不再关注你们是谁 你们的力量和你们神圣的能力 在不确定的时期 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感到不确定 不平衡或困惑 这一点很重要 当你们意识到这是你们正在经历的空间 它正在融入你们的现实 这是接受的第一阶段 也许有必要承认 世界上许多人感到不确定 这正在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广泛的实相 造成怀疑或恐惧 通过接受你们内在的不确定性 你们就能够前进 将自己带入平衡 实修方法 我们邀请你们坐在不确定的能量中 它感觉起来是怎样的 你能认出什么颜色吗 有什么词语出现吗 它如何影响你的物质身体 它如何影响你的物质实相 当你们对这些有所认识之后 我们大脚亲人邀请你们 在你们所发现的一切中深深的呼吸 你们可能会经历能量的高潮 然后有所释放 转换并改变成不同的东西 我们邀请你们关注这个东西 直到你们体验到提升或顿悟 如果你们发现自己无法穿越这股能量并获得洞见 那么你们可以改天再是一次 或者邀请你们的灵性向导 前来支持你们并提供疗愈 让我们继续 我们大脚新人希望邀请你们 去把你们自己 想象成创造者 因为你们是你们自己实相的创造者 想象你们是造物主 是一切万有的源头 你们拥有所有的品质 所有的能力 所有你们需要和渴望的一切 来支持你们在地球上的实相并支持其他人 作为创造者 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 你们认为哪些品质最有助于转变 当你们接触到不同的造物主品质 这些品质将支持你们在不确定性中进行转变 并带来你们内在的平衡 你们正在创造一种能量 一种支持你们的疗愈能量 你们正在激活一种内在的一起 和神圣的振动 使之涌现并淹没你们的存在 花点时间去评估哪些品质能最成功的 将不确定的情况转化为平衡的状况 它可以是 例如和平 爱 勇气 温柔 同理心 平静 活力或行动 这样的品质 当你们识别出这些品质时 开始想象它们在你们的存在内绽放 在你们周围创造一个充满这些神圣品质的光球 或光之简 让它流经你们存在的每一个面向 坐在这种振动之中 这些神圣的品质之中 坐在这来自你们内在的被激活的能量之中 感觉它在抚慰 治愈 提升你们的整个存在 感觉你们自己开始觉察到你们的脚 你们脚下的地面和流入地球母亲的能量 识别出它是如何流入地球母亲的中心 并向各个方向倾泻的 它还从你们的存在 向各个方向倾泻 尤其是倾泻到不确定的情况中 这种光和造物主品质的神圣合成 支持产生平衡的结果 当造物主的品质合成时 它们就变成了一种补品 和疗愈的香膏 当你们感到不确定或失去平衡 困惑或混乱时 你们可以想一想这种神圣的能量和成物 用它填满你们自己 并且允许它向各个方向倾泻而出 你们将会感到更加归于中心 更加平衡 这将影响你们正在创造的石像 和你们周围的现实 为了完成这个过程 我们邀请你们在内心深处 或更高的心轮中寻找 以发现你们的灵魂和光的种子 光的种子拥有平衡 扎实 强大的能量 能够接入并使用你们存在中的技能和能力 想象反之 承认光的种子在生长 也许它会长成一棵树或一朵最美丽的花 长成一层灌木或一株硕果累累的植物 观察并想象它在你们的存在之内生长 注意它的根是多么的长 多么的强壮 根植到地球之中 它散发着光芒 它挺拔有力 从种子中成长出来的就是你们自己 你们的能量 你们的品质 你们保持平衡的能力 无论在你们的内部或周围发生什么 在不确定的时期 你们知道你们可以以一种非常强大的方式 影响你们的存在和现实 这将创造转变并带来平衡 这不仅仅是为了你们自己 也是为了其他人 我们大脚心人随时都在支持你们 你们召唤我们的能量与你们同在就可以了 我们爱你们 亲爱的 我们感谢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